6月25号 非人刘翔宣布与妻子葛天离婚 随后一大波非议向葛天袭来 7月6号经历离婚风波后的葛天首次更新微博发生 坚强表示自己身后重冷箭被人伤到 而他不会停下来去解释 并表示自己要往前走 要更努力 平静而从容 与刘翔离婚后葛天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随着离婚风波 假晕骗婚等传言也随之而来 这条微博无疑是葛天在勉励自己可以更努力 平静而又从容的往前走 网友们纷纷留言给他打细加油 加油葛班长 说的好姑娘挺你 人生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 并且作为强大自己的动力 总者废话连骗 强者惜字如尽 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安排 一定要努力完善自己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葛天的这篇励志微博并不是他的原创 芙蓉姐姐早在今年3月23号 却发过相同的内容一字不差 网友调感证都是转发的了 还不如芙蓉姐姐持续在后面标注上转字 王国老新闻 葛班长在做啥事能认真点吧 报答 6月25号 非人刘翔宣布与妻子葛天离婚 随后一大波非议向葛天袭来 7月6号经历离婚风波后的葛天 首次更新微博发生 坚强表示自己身后重冷箭被人伤到 而他不会停下来去解释 并表示自己要往前走 要更努力 平静而从容 与刘翔离婚后 葛天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随着离婚风波 假晕骗婚等传言也随之而来 这条微博无疑是葛天在勉励自己可以更努力 平静而又从容地往前走 网友们纷纷留言给他打细加油 加油葛班长 说的好姑娘挺你 人生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 并且作为强大自己的动力 总者废话连骗 强者惜字如尽 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安排 一定要努力满散自己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葛天的这篇励志微博并不是他的原创 芙蓉姐姐早在今年3月23号 就发过相同的内容 一字不差 朋友调感证都是转发的了 还不如芙蓉姐姐 持续在后面标注上转字 芒果拉西伦 葛班长 咱做啥事能认真点吧 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